河西走廊到底有多重要 为何历代大一统王朝都必须要掌握这里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 它是一块夹在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 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 所以被称作河西走廊 因为地理位置太过特殊了 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来说 尤其是对于明朝之前的封建王朝来说 这河西走廊几乎就是国家的生命线 一方面这条通道直接连通了中原和西域 在明朝之前 这河西走廊几乎就是中原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只有掌握了这条通道 我们才能和外部的文明进行有效的沟通 而没有这条通道 我们就等于是被锁死在中原地区了 另一方面 这条通道直接割裂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联系 只要控制了河西走廊 这两大游牧区域的民族 就不会变成一个超强的游牧政权 直接威胁中原王朝的存在根基 想要更好的理解 这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这历朝历代到底都是怎么控制河西走廊的 在汉朝之前 这中原王朝其实并没有控制河西走廊 当年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里曾经是肉制人的地盘 后来到了秦朝统一六国的时候 这秦朝在西边最多也就只控制到了隆西一带 并没有直接控制河西走廊 而且接下来就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 这北方的匈奴开始迅速崛起 于是后来这匈奴人就开始向河西走廊一带发力 赶走了肉制人 就这样等到汉朝开过之后 这河西走廊这一带就成为了匈奴的地盘了 从汉朝开国一直到汉武帝时代之前 汉朝对于匈奴一直在尽量维持和平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河西走廊第一次发挥出了重大的地理意义 当时匈奴这边因为控制了河西走廊 可以直接联合青藏高原上的枪组 彻底对汉朝进行封锁 这直接导致汉朝前起几乎快要和世界脱节了 完全没有和外界沟通的通道 就比如说后来汉武帝派遣张谦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 当时张谦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封锁 特意绕过了河西走廊 想要从青海这边横穿过去 但是结果呢 张谦后来依然被当地的枪组部落给发现了 而发现了之后 张谦就被交给了匈奴 之后他就被匈奴拘建了十年的时间 直到十年之后 他才成功逃脱 并且前往了西域 而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河西走廊的时代呢 就是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在位时期 曾经两度拍霍旗并攻打匈奴 最终这霍旗并于袁寿二年初拢幼攻打匈奴 打得匈奴措手不及 最后就成功占领了河西走廊 而汉武帝得到了河西走廊之后 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块宝地的重要性 此后汉武帝就在河西走廊 设置了武威张业敦煌九泉四郡 直接以郡县制的形式拐下这块区域 当时汉武帝之所以如此重视这块土地啊 主要是因为方便和匈奴作战 在拿下了河西走廊之后呢 这汉武帝就可以从匈奴的西线发起进攻 直接开辟第二战场 而当汉朝从多个方向同时进攻匈奴的时候 这匈奴自然就会疲于应付了 果然这河西走廊到了之后 这匈奴在和汉朝的交战当中 开始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而接下来呢 为了彻底控制住这块宝地 汉武帝索性就直接移民识兵 那为了鼓励百姓们迁移到新安治的这四个军 汉武帝当时就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 百姓们到了当地 直接就有现成的房屋和田地 而且前几年免税 就这样 在汉武帝时代的努力之下 这四个军终于是迁入了许多百姓 直到这个时候 这汉朝才算是彻底控制住了河西走廊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汉朝的花费无疑是相当巨大的 但是同时 占据了这个重要的位置之后 这汉朝很快发现 这条狭长的通道 既能阻挡匈奴和枪组的联系 防止那个鼎盛时期的匈奴再次出现 同时 还能通过这条通道 直接前往西域 通往外边的世界 就这样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 这条河西走廊 开始成为了一处兵家必生之地 在西汉中后期 因为汉朝一直牢牢控制住了河西走廊 所以匈奴一直没能再度崛起 而到了东汉时期 在河西走廊 更是成为了汉朝的生命线 因为在东汉时期 青藏高原上的枪组迅速崛起 这匈奴也是蠢蠢欲动 正是靠着河西走廊的地理优势 这汉朝死死挡住了这两大势力的交流 守住了国家的安全根本 但是接下来 到了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三国时期 统治北方的曹魏 对于这条河西走廊 那也是相当的重视 一直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而这种状态 后来也一直延伸到了西域 但是到了西近末年 因为司马迦的几个王爷内战 导致大量的枪组 B族和鲜卑的部落 进入到了这个区域生活 于是最后 等到西近灭亡的时候 这块河西走廊呢 就逐渐被其他游民族占领了 那至于河西走廊被占领的结果 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 此后一直到隋朝之前 中原地区就再也没能统一 而北方草原上的游民族 也可以通过河西走廊这一带 直接和青藏高原上的游民族 取得联系 直接威胁中原北方的安全 这也是在十六国时期 以及南北朝时期 北方很难长时间统一的根本原因之一 而接下来到了隋唐时期 这隋唐两代的帝王们 显然是吸取了这个教训 尤其是在隋朝和唐朝前期 正是因为中原王朝 控制住了河西走廊 所以北方的突厥 一直无法和高原上的吐蕃 取得联系 而隋唐两代也可以通过这条通道 直接连通西域 并且控制西域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了安史之乱 这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当时为了抵抗叛军 唐朝不得已将驻扎在河西走廊的军队调了回来 结果因为这次唐朝调回了精锐军队 这吐蕃就趁机陆续夺回了河西 龙幼和敦煌 河西走廊被夺 这个结果显然是非常严重的 而失去了河西走廊之后 这长安就失去了屏障 唐朝就失去了通往西域的通道 所以在这之后呢 这唐朝和吐蕃之间 一时之间攻守一时 后来的吐蕃更是以河西走廊为根据地 数次攻破长安 供使了河西走廊的唐朝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失去了河西走廊之后的唐朝呢 就只能被吐蕃搞得不胜其烦 这河西走廊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一斑了 暗世之乱以后呢 这唐朝一直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这一方面是由于翻阵割据等原因 另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失去了河西走廊 这国防压力增大了 而后来呢 因为吐蕃统治比较粗暴 激起了当地的民怨 敦煌一带有一个叫张义朝的豪想子弟 还是在唐朝的统治之下 那该有多好呢 于是后来这张义朝就找到了机会 击败了吐蕃守将夺回了河西一带 而张义朝夺回了河西之后 就派人传递消息给唐朝 这河西拢幼这一带 这才回归到了唐朝的统治之下 而到了北宋的时候 这情况就很不妙了 宋朝的风格大家都知道 这北宋时期 这河西走廊是掌握在西夏手里的 当时河西走廊这一带呢 不仅适合于农耕 还适合养马 所以后来就成为了重要的军马产地 这宋朝失去了河西走廊 不仅失去了这块在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地区 而且还失去了军马的重要产地 所以北宋在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交战的时候呢 经常因此处于劣势 这宋朝没了河西走廊 是吃了大亏 那得到河西走廊的西夏呢 用史书上的话来说 就是夏德良州 故能以其物力绕关中大为宋观 这良州指的就是河西 这西夏得到了河西 所以才有了先找宋朝的物质基础 由此可见啊 这河西走廊 到底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 他能直接决定一个政权长期的胜负 也难怪汉武帝不惜敏利 也要经略此地了 那后来到了明朝 明朝的大臣杨一清更是概括道 兵梁有备则河西安 河西安则观山安 而中原安矣 显然啊 这河西是否安定 可以直接决定中原是否安定 可惜这明朝后期边防废齿 对于河西的保卫呢 自然就放松了 但是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呢 依然还是不容小觑的 到了明末 大家更是公认 预保秦隆 必顾河西 这历朝历代都是如此的重视河西走廊 汉武帝当年更是不惜民力 也要保证河西走廊能够得到良好的开发 发挥出优势 而后来的政权呢 也都无一例外重视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 一旦某个政权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 他的国防压力和战争风险都会急速提高 比如说吐蕃一度攻陷了长安 再比如说后来的西夏就依靠河西的富裕 多次挟扰宋朝 就是由于河西走廊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尽量去控制河西走廊 控制住了河西走廊 就可以利用比较低的代价守住中原 而控制不了河西走廊 那就等着别人随时来掐脖子吧 而且这河西走廊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 又导致这里的气候适宜 水源充足 这种既能提供战马又很适合耕种的土地 那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 无疑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拒绝的诱惑了